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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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有很多文件带来帮我们写 真是活到乐学到乐 怎会她离婚开公司 生意还很好啊 有些人为什么原因离婚呢 離婚大概都是在網上找到 四成的人就是那些 一結婚 頭個禮拜就oh shit 那麼多的? 很好笑的 但通常那些人拍過多久拖? 這個我真的沒有深究 我只知道結婚 你剛結婚很久了 你會不會像我看的律師一樣 兩位有沒有想清楚? 當然不會 OK 很明顯就想清楚 他是oh shit 即是未必一定有什麼老夫小妻 不一定的 你猜不到 猜不到是 一進來兩個很年輕的 一時衝動就結婚 結婚後才發現不是那一回事 OK 那些竟然有四成嗎? 為什麼這麼微卜? 應該是最恩愛的 應該是 你說現代男女 在生活上 性上 甚至結婚前也有些磨合 應該是 我也以為是 但發現又不是 然後呢 另外一些呢? 另外有 剩下那些一半 就是子女剛剛十八歲 可能等到你十年 就是今天了 即是四五十歲 五十幾歲 五十幾歲是一個離婚高潮 然後剩下那些就是中間那些 真的 子女問題 搞不定 財產問題 都有的 那些就是 悲情成善 怎樣才能 因為你有小朋友 那 撫養權又要爭 錢又要爭 不是 我想說他們離婚的原因 離婚原因 那些四成就是 你猜一下 給你猜一下 四成就是剛才你說的初婚 是的 然後你有理由 四五成就是 大概三成 三成 五十幾歲 十八歲 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很多年 今年可以離婚 那第三者那些呢? 剩下那些有第三者 那第三者 那第三者那個 會不會沒有第三者 不想離婚 有 這叫單方 就是單方申請 那單方申請 應該會長一點 單方申請會長一點 因為對方可以不合作 是的 是的 但是你如果有理據 是OK的 單方申請 例如他分居兩年 例如他家暴 第三者 這些都是合理的 在Windows C 那麼多錢 那你來多少錢? 我們幾千到萬多 哦 我心想你也要賺錢 如果你說 原來找你二百八 那你吃屎嗎? 你的手帳是幾千 萬多元 那有沒有一些 那些呢 上到來之後 最後有和如初 有沒有見過 有 有 給錢之後 過兩個星期 灑花槍 灑花槍 灑花槍灑得這麼盡 停 停 沒問題 但錢我最操 一定要 錢收了 OK 不給佛 灑花槍灑得這麼盡 沒有 很多的 有些呢 被一個小三壓上來 這個真的有笑 馬佬 被一個小三壓上來 壓上來 要去離婚 要去離婚 這麼老人 千年遲 然後那個小三去廁所 偷偷偷 不要幫我進入法庭多 但是收費 當然錢就收費 沒問題 配合你 我覺得這個 這個話題 比這個移民更有趣 很可憐 很可憐的也有 有些好笑的也有 很可憐的也有很多 怎樣很可憐呢 很可憐 譬如兩個都不想要小朋友 你說慘不可憐 嘩 這些 即我 想升他 多大年紀 通常 30歲 小朋友 單位數字 七、八歲 他不是離婚的故事 完盡 就沒有說慘不可憐 但是你一聽到這些 我真的 通常黑南亞 都是黑南亞打餐死的 這些 爭 是嗎 反過來是兩個都不要 爭也算好了 我兩個都想要 爭明白 我們明白 爭會的權我明白 有些兩個都不想要 或者 譬如說 想他跟爸爸的 但是小朋友 全部都想跟媽媽 反而是 這些是悲情誠事的 不是 不過我這樣說 你問我 沒有小朋友就不想你了 有小朋友真的要想清楚 走這一步 是 其實我看這麼多個案 我覺得有小朋友就不要離婚 是啊 真的不要 真的想清楚 因為小朋友 怎樣說 假裝屋弊也好 其實他也希望一起 長大的 是啊 因為小朋友很快就會覺得 是我不對 這些 不要說那些 首先我們看一下 加拿大呢 我們之前是 Steam A、Steam B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其實有沒有什麼更新呢 很多 加拿大的政策整體在收緊 幾天前 直接宣佈說 我們現在移民 即是接收移民的人數 由每年120萬 就減到每年 好像102 還是105萬 一減就減了十幾萬 過三年 過三年 減到十幾萬 過去香港每年 就有多少人移民去加拿大 過去幾年 如果只是香港 但是香港的配額 每年就 一萬幾二萬 嗯 百多萬人 這麼少配額 給香港的人 他不會寫香港配額 但是他會有 人道理由 香港就是 人道理由 那個配額 OK 但是香港的Steam A、Steam B 不是for Worldwide Worldwide Steam A、B 就是香港 是 人道理由 就是全部 即是烏克蘭 就是人道理由 但是 香港人 如果一、兩萬個 我想都未必用得完 或者差不多 用得完 因為現在 申請Steam A、B 的人 他以前 就是我們第一個 申請Steam A、B 他大概五個月 就拿到 PR 是 現在 有些等了九個月 都還未拿到 我剛剛有個網友 昨天來跟我說 他的兒子 剛剛要去拿PR 三年 我不知道為何那麼久 三年 對 我不知道為何那麼久 他不是幫你 他是不是因為自己 經常出入入 我不知道 三年是否申請護照 不是PR 可能 我沒有留意 他跟我姐姐聊天的時候 我在旁邊聽 三年就很 不會三年 現在呢 現在Steam A、B 你簡單說一次 Steam A是甚麼 Steam A就是去那邊讀書 你要讀過起碼兩年的Diploma以上 然後畢業之後就申請PR 因為他到期是二、六年的八月 二、六年八月 好問的 到現在是二、四年的十月 好問的 所謂兩年呢 其實就是讀十六至十八個月 是 還有少許時間 但已經很問的 OK Stream A就是這樣 讀書 Stream B就是你去加拿大工作一年 無論你是通過任何公簽 只要工作一年就可以了 對我這些五十幾歲的人來說 Steam A、B 也是很難的 我直接用另一個途徑 例如說我是一個Celebrity 或者我會提供些甚麼娛樂給 你Steam B都還可以的 工作一年 OK 為什麼呢 五十幾歐 為什麼Steam A 他變成學生Visa都難給你呢 好 但是很好笑 我有幾個網友都比你 他們打算 我以前在加拿大讀書畢業 你打算有多難 於是乎 四五十幾歐 五十幾歐 就打算有兩個 起碼我所知的 就可以讀書畢業 是 結果最後都是投降 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原來 是真的讀書 原來是真的讀書 他那時候想著 當然要大家留肥肥 我會付錢 原來不是 他說要是真的讀書 真的受不了 你自己支持的 也好 通常 你們如果有人Steam A 那些都是 十幾二十幾 三十幾歲的 是吧 可能二十幾 三十幾歲都不敢做 三十幾歲 也未必能給到 現在是很難的 而且時間很複雜 大家都很緊張 但如果Steam A 我現在十九歲的兒子 如果正常來 他可能讀Degree 他又未必讀得切 就過了 一定過了 那就要想另一件事 沒錯 因為他就是犧牲學業 不要讀Degree 讀短一點 什麼Department 就是足夠的 這個是Steam A 是的 一個是Steam B 找工作做 是的 那麼你現在在配工那裡配成怎樣 Stream B 它有兩種的 一種就是你有十年內的畢業證書 那些什麼工都可以 Donald 又可以 Uber 不可以 一定要有公司請你 但是那些 就有些人去到自己找 找不到工作 有時候會找到我 那我就會幫他做 即是 打包你的resoling 認識那邊的 network 慢慢地 就像我剛才說 你由低造起 或者轉行 慢慢做 不介意轉行的話 行Steam B 就很容易了 一般來說你的經驗 是OK的 OK 沒問題 你肯做就有很多工 譬如說我給你 你可能應該還可以的 我連secure 什麼都可以做的 那就機會大 OK 一般來說 如果Steam B 我一拿了PR 我39歲 我是要拿了PR一年 是不是 一年後申請PR 一年後申請PR 可以申請PR 不會太久 幾個月 現在就等九個月 九個月 即是兩年 我是要申請PR的時候 帶到家人一次過 一過去就可以帶 Steam B的時候 如果你是那些 十年內畢業的 可以一次過帶 十年內畢業的意思 我在香港理工大學 畢業 十年內畢業的 可以帶所有人一起 但如果我不是 我沒有大學 那些就要穩定僱主請你 即是他擔保你的簽證 他說 我覺得你可以做到我的份工 所以我可以請他 但是一般的工作 就是你所說 我不選擇你們去配 就比較容易 一定要 基本上你自己找到很難的 是啊 因為我又沒有 年紀大 又沒有collection 在那邊 沒錯 你們去配 譬如說有一間公司擔保我 Mr. Berry媽可以做我的 如果在門口派傳單 譬如說 沒錯 他會去擔保你 是的 他一批出來 我就可以和我家人去 可以和我家人去 但是 譬如你家人 他有很多不同的工種 有些工種就可以帶到家人 有些工種就不行 那不可以帶的那些 就好像可能是餐館 嗯 前線那些 就未必可以帶到家人 但是如果我一年零九個月後 要拿了那個PR到手 我就可以想做他們 沒錯 那是兩年左右 沒錯 那一般怎麼收費呢 Stream B Stream B 如果你有自己 是有十年來畢業的 那些就很便宜 可能幾千加幣就可以過去 那你如果要找工作 或者包你的工作 要我幫你做全土 那些就貴很多 但是正常來說幾千元 你就先過去去 就自己找工作 找不到你才找我 OK 即是過去去才找工作嗎? 對 拿什麼資料過去 它叫OWP OK Open Work Permit 你只要有十年內的畢業證書 就可以申請 那我沒有 沒有就要我們那種 那我過來找工作 配工作 那這些大概由 7至11萬加子 即是多少 現在是7成6 40到40 即是六、七十萬 即是五、六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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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但我的薪金我又有良出 有良出 那我又可以減少一些 沒錯 但如果我是十年內畢業的 如果我十二年畢業都不行 那我都要第二樣 沒錯 十年內 其實說明說去找年輕人 年輕力做 十年內畢業 那要花幾千元加錢 幾筆東西 可能三、兩筆東西 過了去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才做 找不到工作才做 但找工作時間 都不是很久 如果他什麼都願意做 那就很快 因為我們有一群獵頭 有自己僱主 其實他們都有空缺 OK 好了 這個就是加拿大 如果Steam A讀書 都會一樣 如果現在一定是 即是時間的問題 是的 即是兩年內 因為你要先申請學簽 學簽都不是百分之一百 能夠保證 那變成就 學簽保證不到 你時間又很穩 那就很想試 這陣子應該難做 很難做 這陣子應該很難做 因為你現在的時間這麼穩 如果你有三年 都還可以等他的學簽 上年這個時候沒問題 年輕人 譬如我兒子 沒理由我讀書 都不讀書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沒錯 即是現在我們主要是 Streme B Streme B 多 好了 加拿大是這樣的情形 有些年紀大一點 讀MASTER 因為MASTER可以一年 或者一年半 那些就會 但是MASTER 你一定要英文很厲害 才讀MASTER 要不以為是很厲害 7分 IOS起碼7分 是不是很難 真的不知道 香港平均五分 我兒子這麼笨 都八、九分 我上次講的兒子 不是 我真的覺得他很笨 我覺得很英文 但是 我也不知道 OK 好了 我也試試考一下 我真的要試試考 我給我一個免費 對 我試試看你發信 你發信給我 我考考 因為我考試很厲害 我不是讀書厲害 我考試很厲害 另外呢 如果英國 英國就沒有什麼特別 你BNO BNO visa 是BNO visa 有些逐籤 總之BNO visa 任何你想到的 我基本上都做得到 以及一定要做服務 可以接機 對 接機運房 如果需要的話 有什麼介紹 我想賣屋 都是曼城的 因為曼城的租好 租好 你就 但是興建很多 我看了一間八百多呎 四十多萬 新樓 市中心 不是 因為我兒子跟他媽媽說 怎樣 問爸爸我幹嘛 他說 去宿舍又夠期 現在宿舍到明年八月 他說 是不是買屋 要不然我就要跟那個宿舍談 那我真的很懷疑 我覺得那個宿舍 連年給他不斷加價 其實那邊真的很貴 是的 宿舍掛價 因為他又沒有人住 我先看看怎樣 因為我心想如果買了 又可以租給別人 曼城是OK的 將來我付款收租 看看怎樣才好 很貴 曼城買中心一點 一定 其實你問我沒有錢 或者退休一件事 你問我 不要過曼城 從來我覺得 你夠不夠 你夠不夠有錢 你香港是那些 漆頭昂漆漆 有錢 就去買全灣曼城鋒 你不夠有錢 有錢買來買去香港 我經常都說 南居山頂 然後九龍就是九龍塘 我夠有錢 我怎會買將軍澳 我不是說 當天想買到很貴 如果說正式來計 你需要什麼 現在就算買阿正 或者我們現在附近旺角 有些牙籤樓 去都兩三萬元呎 你始終是旺角 油尖旺 沒得說 如果你到街上吃東西 上班坐車方便 你沒得算算 到時候我問你 英國也是這樣 但是那些稅制 譬如說 有時候在香港有錢 那些其實都是專業人士 你提供一些意見的 有的 我們有稅務司 可以做資訊 不然香港公眾聯絡 又有收入 然後又不報 或者怎樣 搞到奶 尤其是英國 尤其是英國這麼窮 他為什麼要追究你的稅 英國很多稅 是的 你要搞得清清楚楚 不是不好 不應該都給那裡慘 有稅務司 譬如說 我現在買了一樓 是 我賣了一樓 我想調到英國 要不要付稅 去買? 不是 我現在在香港賣了一樓 你那裡收租 就要交稅了 不是 譬如說 我現在賣了一樓 移民到英國 拿了一塊錢 帶進去 當然不用付稅 但是如果我去那邊 住了 然後突然在香港賣了一樓 有錢進去 那就要付了 但是其實你的稅務司 會教你在什麼方法下 當然 例如早點報 或者怎樣 就是不用的 這些就是我很多網友 不過通常現在 這兩年就少一些 最初的時候 真是愚蠢蠢 過去 如果你在香港有樓 基本上都一定要請稅務司 因為要避稅 我們不是逃稅 是避稅 OK 不要無端發洩 交些不應該交他稅 這個是 無論英國 美國 加拿大都一樣 一定要付稅 沒錯 在香港沒有樓 好了 但如果在馬拉遊樓都一樣 如果我去英國 我買了馬拉層 我無論都扔了幾個 五百萬人過去 你那時候又不說 你進來的時候 你又沒有報 那就糟糕了 這些 英國 那葡萄牙呢 葡萄牙有什麼運行呢 葡萄牙 它的好處就是不用過去 現在做了葡萄牙的 都是老闆 律師 醫生 公務員 繼續在香港賺錢 是的 但是又在那邊 那葡萄牙的說 你曾經去過葡萄牙嗎 沒有 你去西班牙 你有去過 其實哪裡好玩一點 西班牙會危險一點 有什麼危險 被人偷東西 那直到歐洲也是危險的 我被人偷過十皮 是嗎 不過首先 我不覺得 因為太窮 每一周 葡萄牙應該是再低很多 比西班牙 是嗎 是 我又不覺得是低很多 但是低一段 是低一段的 例如我在葡萄牙吃過海鮮飯 吃一餐那些東西 一個人喝酒 十二十五歐左右 吃雙飯 八幾二百元 那跟英國差不多 但是享受就是很厲害 對 就不是吃過 OK 這樣就OK 因為你在英國 在荷蘭那些 哇 在瑞士 荷蘭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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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吃到的東西 然後最慘 還說 22歐 是 25歐 你真是背著骨落 葡萄牙好吃 其實如果你有去過澳門吃葡萄牙 就是那個滋味 OK 不是歐洲的滋味 我很慘 我們現在要搞團 和網偶 究竟是回大陸 還是去葡萄牙 去兩隻牙呢 當然兩隻牙 又不是 大陸 我現在不是講深圳那些 因為我之前有個節目 經常看那些 酒見神州大地 我姐姐剛去完 真的好想命 那些什麼 新疆 黃山 去歐洲旅行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就是你經常去到那些地方 人家就覺得很有錢 很舒服 覺得很窮 OK 我不介意 我去一些很窮的地方 我很開心 因為我也是來看風景 對 走路 感受一下 你意思是什麼 你去到一些 那些村好像很難 歐洲的村 歐洲所有地方都好像很難 很老很難 是這個是的 是嗎 但是去日本就不說 反而 日本 東京當然不說 那些村都不會很舊很難 你如果去到那些 什麼新社 我都不覺得去 他是舊的 但是他也骨子一點 骨子一點 是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女人 特別是呢 我不知道你老婆是不是 是真的好喜歡去日本 他們 喜歡 真的好喜歡去日本 剛剛去完 這個又下個星期去 是嗎 去日本 我也是剛剛 在明古屋回來 有 你沒有辦法 尤其是就在旁邊那個 十有九個 又近近的 就在日本 還有 日圓 嘩 剛剛我CAP到 509 我老婆說 都不夠她的朋友 499 因為她做銀行 就設定所有東西 都賣到 你這麼便宜 剛剛有網友說 真的不去不行 你便宜到你都不 是 有時候我亂吃 我只是亂吃 屌你什麼 她就 直接都吃不完 無限的串燒 就做了鍋物 一萬元 一萬多元 就是這樣而已 哇大哥 兩個人 有時候喝酒 是亂這樣 有時候我開車 有時候 隨便喝兩杯啤酒 那些 然後喝完啤酒 就是這樣 可能喝東西 都喝六七樣東西 亂這樣喊 又是 壽司才便宜 埋單是不覺得的 你直接說 屌你不要離婚 不是啊 你去到街市 我都說了 我媽媽走了 如果不是我跟她去 之前她有疫情 我想這些老人家去到 你真的眼淚了 為什麼呢 你去超市看就知道 怎麼搞的 這麼大塊 譬如椰菜 譬如這麼說 屌你一 什麼 二百五耶 屌你都不是說 七個半 喂 你便宜在香港街市很多 你真的沒有辦法 好了 那葡萄牙就是 你去過葡萄牙 其實如果真的居住 葡萄牙 好不可以的 其實她有一個簽證 是退休簽證 是 叫D7 是 那個就不用買東西了 D7就不用買東西了 你只要有 譬如你收租 是 香港有層樓收租 是 租金超過一萬港幣 的話 就可以申請了 咦 不好意思 你不要這麼好 但是申請到之後 你要去那邊住半年 每年 住 五年裏面每年都要住半年 這樣 才可以維持簽證 那簽證之後 一給你 都繼續會 即當你有二十三十年 心靈一種 都每年都要住半年 是啊 五年後你可以申請護照 哦 OK 你五年後 申請護照 各位網友 即是說 如果你有一層樓收租 你沒有樓收租 沒辦法 香港人有樓收租 香港人 有樓收租 或者你有 退休金 是 派給你的 每個月就是 也是派一萬元以上 那也應該有 很多 如果自己有錢 有錢 有錢不行 有錢 有錢很大的 擺定期 你要不要說 每個月一萬元以上 我每個月一萬元以上 就不用很多錢 幾百萬 三百萬 但是你有這樣說 我們現在有息 你遲些膽識又沒有 那你可以擺定期 你一擺定期 你定期都可以很少 總之Anyway 一次就行了 即是現在就行了 但是這樣說 一萬元 income 他的要求 不是更低過 除了五年的半年之外 他不是更低過馬來西亞 如果這個要求 肯定低過馬西亞 這個要求 不是很低嗎 而且五年後 你拿到護照 就是歐盟護照 英國有沒有機會 重返歐盟 英國就沒有了 你去愛爾蘭試試 然後又去愛爾蘭 這個節目 不應該問你 現在看上去就不知道 但就算會 也不是短期內的事 肯定 英國應該也很難 現在政治環境又不對 對 等他繼續 就糟糕了 對 總之我看到那些左岩 陷阱踩我 我就很開心 如果你們要選他 就沒辦法了 我就看到那些人很開心 好了 即是說葡萄牙 如果你移居葡萄牙 有兩個簽證 第一個就是退休簽證 你真的很冷靜 只要你有一筆 還有你能夠付出 你申請護照五年 你要每年有半年 也挺難的 夏天 葡萄牙很舒服 但是就是葡萄牙 你要住在那裏 打一下 golf 玩樂 半年 葡萄牙講什麼話 講葡萄牙話 但英文也OK 英文大城市 是OK的 因為有遊客 但是 如果不是那些遊客區 其實是 有沒有唐人街遊行葡萄牙 有餐館 你知道嗎 以前我很歧視那些人 你有沒有去到外國 不想容忍人家 你這些辛苦 你老母 我現在覺得 你老母 唐人街有人不想 你真的沒辦法 不過這次我去歐洲 我發覺 很多外國人自己 會去唐人街吃東西 還有 我也很開心 因為 原來他們也有味覺的 說真的 裘冷奇 找我煞煞煞煞 那些二三線的 點心 都很冷吃過 哇 那些什麼包 你不要在上面撈兩條菜 又說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説 3歐 要不要在那裡 都不是3歐 沒那麼便宜 好啦 有一個 一個退口 你剛才說 投資 投資多少錢 要買多少錢 現在投資是50萬歐 即是四百萬 四百 qued 四百多萬歐 但是 不可以買房地產 不可以买房地產 至少要60% 一定要葡萄牙 葡萄牙的東西 那40%的基金經理會擺在哪裏 因為大部分基金經理都是葡萄牙的本地 其實他100%都是擺在葡萄牙的 有些基金經理譬如英國搬過去 他40%投歐歐洲 甚至是亞洲 表現如何?一向覺得 這個沒有Gankin可以輸貸的 可以的 理論上 表現如何?過去表現 一般一般 葡萄牙的股市是很小的 但是拿不拿回本? 一般來說 很難說 其實就是講葡萄牙經濟 葡萄牙經濟未來五年是怎樣 很難 這些是海盜國家的麻辣 然後 他買的基金又是五年 就可以申請PRO 申請Visa 但是一般買的基金很快 其實一批出來就有 PRO 有個簽證 那個簽證是否永居 簽證不是永居 他叫臨居 臨居 你隨時可以去住 小朋友如果想去讀書 當然要認識葡萄牙才讀書 但是五年後 他沒有說過PRO那件事 就直接五年後 他有PRO 因為五年你可以同時申請PRO 也可以同時申請護照 如果你是香港人 就沒有理由申請PRO 是 有一個分別 你的護照一定要在小學程度 OK 這個我們也可以幫你 這個我們知道 即是說 應該不用 我現在給 我現在給 五萬萬歐利 我要投資這件事 去批個Visa出來 那個叫做臨居 不是PRO 但是我可以成家人 譬如說是正外福 沒有這樣 過下去 我每年最少要在葡萄牙 七天 七天 五年 OK 頂 我就可以申請護照 不過 申請護照 我要過一個 浩宇 小學 據說是小學一年級上下 二三年級 二三年級的 差不多 OK 但是 就是行運整個歐洲 是啊 拿到護照 你想住法國就住法國 住法國 住克羅地亞都可以 可以 OK 那 如果我說 更加無聊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是有時間 還有一萬元的退休收入 就可以考慮那個 退休資料 就是每 五年裡面 每年要住半年 而且 是趕撒奶要證明自己有什麼 是 去到那裡可不可以去做事 退休資料 退休資料可以做事 但是多數都是退休資料 真的退休 OK 而且你在葡萄牙做事 你記住 他們的人工不是很高 分钟低於香港 當然 生活指數 香港人工不低 生活指數也可能很低 是嗎 那就很舒服 退休很舒服 Anyway 我們問了這麼多 時間打野了 各位網友可以報 我們有兩個座談會 有兩個座談會 在哪裡 這次是太古坊 太古坊 對面海高級 高級 高格了 時間是11月9日 因為是星期六 是 沒錯 還有11月23日 都是星期六 都是太古坊 大家可以報名 11月9日 我們會環繞著加拿大 OK 11月23日 就是葡萄牙和英國 兩個座談會 那裡會不會有些 就是所謂的稅務司 或者那些資訊 葡萄牙那裡 就會有葡萄牙的律師 是 OK 那大家呢 怎樣報名呢 WhatsApp84811079 WhatsApp84811079 說下你的名字 譬如說我Peter Chan 可以了 兩位 我Emily Chung 三位之類 講明你上哪一天 你可以去完兩天 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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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地知道他們回覆你 11月9日 加拿大 11月23日 都是星期六 葡萄牙和英國 兩場都是三點開始 兩場都是三點 是啊 大家可以 其實始終我們現在都是 走馬看花而已 去到現場 有什麼細節 可以問一下Eric和同事 當然 你去到如果想離婚 也可以問一下Eric 出國了 好難說 如果想離婚都8471079 對 一樣 8471079 好了 今天就多謝Eric 今天就這麼多說 明天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